- 三國說書的網友 哈囉!三國說書的網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三國故事 今天阿瑞要跟大家說的這個故事主角 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亂世終結者司馬懿 但是我們今天不聊他如何終結三國亂世 我們改聊他的另外一面 說書人想帶大家看一看司馬懿是怎麼樣利用他的智慧 從一個小小的州郡地方官吏 通過面試直接進入三國時代第一企業曹衛集團 司馬懿的面試經歷可以從他早年的第一份工作開始說起 司馬懿出生在西元的179年 史書記載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22歲那一年被推舉為擔任上紀院 這個官職有點類似於現在的主計人員 工作內容是要記錄地方州郡的經濟收支 戶口多寡、土地面積、耕地增減、自然災害 還有社會治安等等的狀況 然後司馬懿就把這些統計起來的數據資料上報給朝廷 順帶一提鼠漢的天水麒麟兒姜維呢 他其實原本也做過這一個職務 不得不說啊 司馬懿呢他在上紀院的工作呢表現相當不錯 再加上呢他原本的家庭就有人脈 他的大哥呢叫做司馬懿 和當時的尚書崔岩頗有交情 而這個尚書崔岩呢就曾經在見了司馬懿之後 大力的稱讚他是 聰亮明雲、鋼斷英特 而且啊還是當著他的大哥司馬懿的面說 欸我覺得你這個弟弟啊比你還要優秀呢 於是呢司馬懿是個人才這樣的傳言呢 就傳到了在當時求財若渴的曹操耳中了 根據禁書的記載呢司馬懿被面試的過程啊 其實是帶有一點爭議色彩的 他總共被面試了兩次 第一次曹操找上門來的時候 司馬懿因為掛念東漢皇帝 不願意屈服在曹操底下做官 所以呢他就用自己中風不能起床 當作藉口來婉拒 欸相傳曹操小時候就是一個裝病專家 這種小把戲怎麼騙得過他呢 所以啊曹操還派人特別到司馬懿的家裡去刺太 沒有想到司馬懿裝病在床 一裝就是一整晚一動也不動 等到第二次的面試來臨的時候呢 時間已經過了整整七年 曹操這個時候呢彷彿想起了什麼事情 欸七年前我們不是曾經找過一個叫司馬懿的人出來做官嗎 那個時候他跟我說他中風握病在床 不如我們現在再去找他一次好 於是啊曹操這一次呢還特別交代傳話的使者 不管司馬懿有什麼藉口拖拖拉拉把他拎過來就對了 於是啊司馬懿怕得罪曹操總算勉強地答應出來任官 一開始呢他是擔任文學院的官職 因此認識了太子曹丕 後來也轉任黃門侍郎、藝郎、丞相東曹署、丞相主部等等的官位 但是說實人必須說這些官位其實跟軍事的關係都不大 曹操在這個時期呢主要是想要借重司馬懿的學問 於是可喜可賀啊經過兩次的面試 司馬懿呢他總算成為曹衛集團曹氏企業的員工了 所以司馬懿面試進入曹衛集團這個故事 告訴我們的就是當老闆來找你的時候 第一次先不要接見、裝病在床 就這麼簡單而已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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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禁書這些記載啊剛剛前面講到 是有一些爭議的 主要的問題呢其實有兩點 第一個呢是當司馬懿他裝病不願意出來做官的時候 他真的是在顧慮東漢皇帝的心理感受嗎? 第二點是當曹操第二次硬逼司馬懿出來做官的時候 這個情節的真實性到底有多少? 真的值得我們去模仿嗎? 要知道當時曹操陣營當中可以說是人才眾多 你要說他真的有缺司馬懿這個人 缺到要三催四請把他請出來做官 但是卻給他當一個文學院這樣小小的官職 其實是不合常理的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曹老闆跟司馬懿的兩次面試時間 其實上面兩個問題的答案就非常明朗了 第一次的面試時間呢是發生在西元的2011年 那個時候呢曹操剛打完關渡之戰 但是呢北方有袁紹殘存的勢力 東北方還有公孫家的軍隊 曹操雖然戰勝了 但是內部有非常多不穩定的因素 至於第二次的面試呢 則發生在西元的208年 這個時候曹操坐擁北邊半壁江山 而且剛當上丞相 氣勢如紅的準備要難爭 就這麼剛好 司馬懿這個時候回覆了曹氏企業人資部門的需求跟他說 我準備好要來上班啦 因此阿瑞我合理的揣測 司馬懿在第一次面試的時候呢 因為還不太確定曹魏集團的發展性 所以呢用各種的理由來婉拒 這個時候呢裝病是一個比較不得罪人的方法 而後來啊等到曹操平定了北方 司馬懿也確定了大勢所趨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不管他是要自己投履歷 還是請獵人頭公司推薦自己 這個第二次面試呢 就是加入曹魏集團的好時機了 當然啦像是顧慮東漢皇帝的心理感受啊 或者是被曹操硬逼著要出來當官等等的說法呢 其實說出人都覺得這應該是史關美化之後的一些情節 我們姑且聽聽就可以了 你想要知道司馬懿進入曹魏集團之後 還有哪些精彩的表現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已經訂閱過的朋友也可以按下小鈴鐺 二次訂閱喔 喜歡這則影片嗎 想看更多有趣的英雄故事 歡迎到英雄故事網站加入會員 或者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裡是三國說書 我是說書的阿瑞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